中时新闻网报道,郑文蔡案500万警示冰山一角,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蔡涉嫌在桃园市长任内变更林口特定区计划,公务工业区扩大方案中收汇500万元,桃园地检署6日生压,法院裁定500万元交保,经抗告后,法院9日仍认为无积压必要,再加700万元,以1200万元交保,检方当庭提抗告。 对此,前立委沈富雄9日就表示,500万是郑文蔡的冰山一角,所以其实其他案子更多,如果只有这个案子其实也不容易办,引发讨论。 沈富雄9日在政论节目《绍康战情事》,中表示,像郑文蔡这样蓝绿接欢,正通人和,这是有一手,套这一手可以爬得很顺,不过他连行政院长都没有爬到,所以暗路走太多总会出事情。 沈富雄直言,500万是郑文蔡的冰山一角,所以其实其他案子更多,如果只有这个案子其实也不容易办。 沈富雄最后也说,所以郑文蔡走到今天是最有因的,他担任处事有他的长处,厉害的地方,但是也太过分了,他跟赖清德的人格特质上是不一样的。 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蔡涉嫌在桃园市长任内,变更林口特定区计划,公务工业区扩大方案中收汇500万元遭桃园地检署生压,法院裁定500万元交保,经抗告后,法院经又加上700万元,以1200万元交保。 国民党立委王洪威直言,检院大斗法的背后,其实是总统赖清德,赖系,与前总统蔡英文,英系的角力。 现任法务部长郑明谦众所皆知是赖清德亲信,但院方并不是赖清德能完全控制,司法院长许宗立可是蔡英文所提名,检院大斗法背后是赖清德与蔡英文决立。 王洪威经,9日,在脸书发文提到,上周郑文灿涉滩遭减调生压,在极具争议的情况下,以郑文灿夫妻存款就有3063万7323元的财力,竟被裁定500万交保。 郑文灿在假日,银行没开人毫不缺灰之力,30分钟内就把钱凑齐。 王洪威指出,由于裁定结果是极度罕见的行贿收押,受贿交保,引起法界与社会震惊。 果然,检方提起抗告成立,今天院方再加码700万,但是今天银行有开,郑文灿20分钟就把钱凑齐,再度展现雄厚财力。 王洪威强调,郑文灿此案,检方要压,院方不给压,桌放之间,表面是院检大豆法,但骨子里则是赖系和英系之间的角力。 现在的法务部长郑明迁众所皆知是赖清德的亲信,但是院方可不是赖清德能完全控制的,司法院院长许宗立可是蔡英文所提名。 那要关郑文灿?还要看蔡英文同不同意呢? 王洪威直言,事实上大家都在看,民进党各界也在观望,到底这一次赖清德是否可以拿郑文灿祭旗,还是又会向当年总统初选挑战蔡英文失败收场? 郑文灿的生死牵动着民进党党内内斗敏感神经,到底结果如何?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 郑文灿最新财产申报露线 十年变化网看呆,五百万事零钱,前桃园市长郑文灿一设土地开发弊案,桃园地院六日裁定五百万元交保,今,七日,则传出郑文灿以请辞海集会董事长,回顾郑文灿2014年担任桃园市长时的首次财产申报,当时存款有八百四十四万元,九笔土地及一笔建物,并有四笔土地及三笔建物信托,房债则有两千六百六十三万元。 而最近一次申报,郑文灿存款增加至三千零六十三万元,土地与建物则缩减为一笔土地及四笔建物,并信托一笔土地及五笔建物。 PTT乡民看了不经直呼,交保的五百万根本零钱。 根据,自由时报,报道,监察院第八十六期,廉政专刊,显示,郑文灿2014年上任桃园市长后首次进行财产申报,郑文灿与妻子林于乳名下在桃园卢主有一笔土地及一笔建物,在桃园巴德则有八笔土地,存款有八百四十四万六千六百三十九元,价值五万七千零六十元的股票。 二辆汽车为本田,Volkswagen,并有信托财产四笔土地及三笔建物。